6月15号 佟丽娅亮下上海电影节红毯 她身穿露肩修身礼服 又来大气 女人味十足 佟丽娅的腰好戏 非常让人羡慕 和佟丽娅合作电影的岳云鹏 因为当晚有相声演出 所以她没能来参加上海电影节红毯 岳云鹏在微博发文 希望大家帮忙 把她和佟丽娅批一张合照 然后就有热心网友帮岳云鹏批图 这张比较有意思 还有把佟丽娅的脸换成岳云鹏的 甚至还有佟丽娅和吴彦祖同框的图 近日佟丽娅还到岳云鹏相声舞台 上台表演力挺岳云鹏 两人关系真好 佟丽娅身穿金色花纹装饰的白底旗袍 惊喜现身岳云鹏相声专场 端庄典雅全是国服之美 佟丽娅现场与岳云鹏欢声互动销声不断 还有网友评论 月宇和鸭鸭一比 真的一个头两个大 佟丽娅和岳云鹏合作了一部电影要上映 里面两个人还有吻戏 佟丽娅一把拉过小月月 亲吻连续了好几秒钟 这样的吻戏甚至一度登上了热搜第一 吻戏拍完之后 佟丽娅立即有些害羞模样 用手迅速的擦了嘴巴 这种美女与野兽的搭配 拥有江珍野兽衬承托起超帅的能力 佟丽娅曾经接受采访回应过这段吻戏 原来那是一场水中戏 小月月在剧中被淹死 佟丽娅去救大 不知道正片出来之后 岳云鹏和佟丽娅的吻戏 会不会登上大眼吻戏纪念碑